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非洲国家苏丹的内战越演越烈 上周有消息说苏丹政府军一架FTC-2000山鹰教练机 在殷图曼上空被击落 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这是内战爆发以来 苏丹空军损失的第二架山鹰教练机 从聚机现场航拍的照片来看 他的垂尾特点可以基本判断是一架山鹰系列的教练机 让人感觉有些悲剧的是 苏丹政府军的对手 苏丹快速反应部队 装备有中国生产的FN6 飞鲁6面固式防空导弹 这架山鹰教练机是很大机会被苏丹快速反应部队用FN6 飞鲁6打下来的 山鹰教练机是中国航空工业贵州公司 针对四代和四代半战斗机教练研制的一型高级教练机 即是常见的教练狗系列战机的出口改进型 因此在采用的技术都是一样的 山鹰被解放军来做教练机 但是在苏丹这样的国家 军费开支是比较少 如果他购买专业的对地攻击机 会因为费用太高而承受不起 苏丹以前曾经使用中国产的强误战机 来做对地的支援 在强误服役年限到期之后 中国推出了用 签教狗教练机改进的对地攻击机 平时可以培训飞行员 战时用作挂载基础武器作战的攻击机 可谓一举两得 由于飞机价格低廉 性能比较好 航空电子系统先进齐全 因此 山鹰不仅可以执行高级的教练机任务 也具备一定的空战和对地攻击的能力 飞机拥有五个外挂架 最大的外挂能力是2000公斤 可以挂在500公斤级以下的武器 包括精确制度的炸弹 航空火箭等的武器 为了提高战场生存的能力 山鹰教练机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 安装雷达告警接收机 和干扰物投放架 苏丹空军是山鹰高级教练机第一个海外客户 2016年 苏丹空军从中国购买了六架 2018年交付原筆 苏丹空军主要用这款教练机 培训米格29等作战飞机的飞行员 但是由于山鹰教练机的性能比较好 因此苏丹空军将它用于对地的攻击 外界曾经看到 苏丹空军山鹰挂在中国HF7型90毫米 航空火箭用于作战 苏丹内战爆发之后 苏丹快速反应部队曾经攻占政府空军的麦罗维空军基地 缴获了至少一架山鹰教练机 后来这架山鹰战机在战火之中损毁 算是政府军損失的第一架山鹰 除了内战的逐步升级 苏丹政府军为了最大限度 发挥自己的空中优势 将所有能够用的作战飞机 都投入对地的攻击 其中包括山鹰战机 FTC-2000教练机 也就是山鹰战机 并不是专业的对地攻击机 它的载弹量也要低于苏丹空军的苏24和苏25 但是山鹰的导航系统要优于苏24和苏25 由于配备了激光灌导系统 令到FTC-2000能够精确去飞底预定的区域 然后发起攻击 高精度导航系统 还能够为卫星制度的炸弹进行 初始对准 以提高它的投放精度 不过山鹰出口型战机 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基载防御系统不够完善 缺乏导弹逼近告警的系统 对FN6这样的红外制度防空导弹 不能够提前进行预警 只能够凭击飞行员目视去发现来袭的导弹 然后才投放干扰弹进行干扰 这样往往会误掉这个时机 还有一点就是山鹰战机可能会很厂促地上阵 它没有配备滑场增程制度的炸弹 但是苏丹本身是具备制造这种精确制度炸弹的能力 根据相关的消息 苏丹曾经从中国引进技术 研制自己的滑翰滑场增程制度套件 山鹰就能够在高空远距离投放炸弹进行防区外的打击 即便苏丹快速反应部队拥有FN6这样的便攜式防空导弹 也都只能够望天轻弹 从战术上来说 烟光式防空导弹 大多都是用来拦截武装直升机这一类低空低速目标的 对于战斗机是有吃力的 因为它的射距和飞行的速度是不够的 这样 FN6是如何击落山鹰和米格29的呢 通诚来说 战斗机是有红外紫外线告警器的提示之下 它大洋国这样爬升到6000米的高空 在这个时候 肩膀式防空导弹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 苏丹这一类发展中国家的空军 它既缺乏专业的对地攻击机 又缺乏精确的制度弹药 在使用火箭弹和普通航弹 普通轰炸目标前 它首先要进入一个轰炸的航线 而肩膀导弹一方 只可以在这几公里长的轰炸航线下设伏 当山鹰在苦冲的过程中 当它越飞越低 速度也越来越慢的时候 也无法机动的时候 发射导弹 就可以一举把山鹰击落 其实 这种 利用敌方缺乏精确制度弹药的劣势伏击 敌的战机的战法是屡事不爽的 俄罗斯的空天军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缺乏精确制度弹药 结果 苏30、苏34和苏35 在进行航线轰炸的时候 军被乌克兰的煙光式防空导弹击落过 坦率地说 中国在30年前的武器装备出口 基本都是大老货 利润很低 这些都是技术水平低所造成的 中国现在的武器装备进步很大 出口的高档武器装备 质量和欧美国家不相上下 但是 武器装备使用和维护这两方面 是有一些成全性的 由于中等军事强国在对外武器采购份额 过去已经被欧美俄武器製造商 瓜分了 中国要重新进入 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中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一点点就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占领 然后再去抢占更高层隙的市场 韩国大航商工会议所30日表示 2019至2021年韩国产电动汽车 在东盟进口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 从2019年的43.2% 降至2021年的8.2% 在此期间 排名从第一下降到第三 金额也从5600万美元减少到2400万美元 中国在东盟进口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 从2019年的25.7% 飙升至2021年的46.1% 又从第二位升至第一位 另一个竞争对手德国的份额 也从同期的1.3% 是跃升至34.1% 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 跟着分析 中国产电动汽车 之所以在东盟市场份额 迅速提升 是因为中国产的电动汽车 就和韩国产的电动汽车的质量相当 但是价格就低20-30% 目前 东国对东盟电动汽车出口量 已经达到5.31万辆 向泰国和菲律宾出口的电动汽车数量 温超过1万辆 东盟地区有23家整车厂 参与生产中国品牌的汽车 其中有9家已经开始或计划 生产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上汽、五菱、长城等 多家中国企业的电动汽车 海外工厂已经实现量产 销量不断地提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陆院发布 5月30日 歌院165所 中国宇航新动力同村试验中心 亚洲最大虚力试车台 2号工位 考台试车是圆满成功 继续4月24日1号工位 考台试车圆满成功后 又一重大的成果 标志着 亚洲最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 试车台双工位均已形成基础承载 推力刷百吨的试验能力 据了解 本次考台试车产品为85吨 开释循环液氧煤油发动机 是陆院为商业航天量身订造的一款发动机 以于今年的4月2日首飞成功 航天液体动力学术技术带头人 陆院科技委主任谭永华表示 该试验台顺利建成 是标志着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的突破 试验能力大幅提升 将有力保障中国载人登月 重型运载火箭 深空探测 天地往返 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等 重大工程顺利实施 为加快航天强国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5月31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雕燕民团队完成的最新研究论文 轮选为植物科学领域的近期标志性论文 科研究发掘出谷子子粒产量重要基因SGD1 并揭示其调控和本科作物子粒大小的分子机制 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前指出 雕燕民团队历时九年 从谷子中克隆到调控谷子子粒大小的关键基因SGD1 研究团队系统对此基因进行深入研究 核实该基因在水道、玉米、小麦中功能保守 鑒定上游调控基因UBC32和下游靶基因SIBR1 他们共同参与和谷类作物子粒大小的调控 本研究无论从生产应用上还是基理解释上 都发挥了新兴模式作物谷子应有的优势 捕起了作物基础研究领域的新平台 未来必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大家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想付订阅石楼台会更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货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又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亿布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亿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